孔老师,我再问你一个 我们有些老师就是我们就认为 我们只知道孩子的名字而已 从这一个基本的认识到他了解他的家 从这个到这个真正能够像你这样的能够做朋友 当然是需要时间 你有没有什么 这一个不是技巧 有没有一些提醒 那我们跟孩子建立关系的时候 的确是要时间 就像我们在家里面 父母亲跟孩子建立关系一样 那因为我呢 刚刚说了是尾声 每一群的学生 我都教他们两年 他们的三四年 或是他们的五六年 我大概主要都是教三到六年期 因为我认为他们 那个年龄呢 足够成熟明白 我们所交跟沟通的 也还没有到青少年 叛逆的时间 我教了十几年 儿童才有勇气 让所有的同学们都去签 这是最基本的 让他们觉得说 老师记得我的生日 然后又有同学们签的卡片 这个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动作 可是对我来说 给孩子很记得 然后很多时候 无论是有些什么特别的情况 还是他们信了主 我有很多机会跟孩子传福音 有很多各样的方式 就会送他们一个小礼物 多少时候我很感动 有孩子 有家长还告诉我 他们还用着我送给他们的那个圣经 然后最近 对就是说你能够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留下各样的印记 我们爱主跟爱孩子的印记 包括这样一个小的生日卡 一些照片跟一些的礼物 无论是小的不一定都是很贵的 所以这些 然后呢怎么认识他们的兄弟姐妹 认识他们的父母亲 我以前有很多的外号 他们叫我是Mary Poppin 因为呢在我的包包里面 有很多的东西 什么时候看到什么的孩子 他们的什么的需要 我就可以拿到什么东西出来 虽然我不会飞 可是呢我就是那个Mary Poppin 在他的包包里面 有各样的宝物可以拿出来 我另外一个外号呢 是叫walking database 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 各样所知道的资源的像电脑一样 因为我呢 认识我的学生 他们也知道说 很多老师问我说 他的哥哥 他的弟弟 他的妹妹叫什么名字 父母亲什么什么 我都大概都会知道 所以我们真的是爱我们的学生 能够愿意了解他们的家庭啊 然后他们的情况啊 怎么跟他们建立关系 我想有很多各样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有一起去做 feed the children feed the hungry 就说soup kitchen 有一起的 最近很多facebook的照片回来了 哇还看到觉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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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